母亲先前跟我说 等这次兵尾解了 就跟韩伯父 将你我的婚事定下来 不知韩四哥 意下如何 李姑娘 吹哭 燕燕 燕燕 韩德热 原来你已经定了起 金宁 四处打听一下 见过一个这么高的姑娘吗 没有 肖虎大人 您没事吧 大胆 竟敢冲撞于我 来人 把他给我抓起来 是 肖虎大人 原来你就是那个 草菅人民的雍医肖虎 什么 好大的胆子 竟然还敢骂我是吧 愣着干嘛 还不赶紧把他给我抓起来 师父 看他的衣着 不像是普通人家 无非就是个官家女 想我日日夜夜为主上的龙体操劳 就是把他抓了去采药 又能如何呀 再说 能够为主上奉献 是你们家的荣光 拿着 老佳 老佳 我打听一下 有没有见过一个姑娘 大概这么高 没见过没见过 老佳 要不是急着今天给主上送药 我一定弄死这把小技 没我的吩咐 谁也不许进来 试试 也不许進来 什么事 咱们 得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郭义 我这房间里有大王的密钥 谁都不许进去 否则杀无赦 博弈来了 快避开 得让阁 把这个耳环 递给前面那个小郎君 就是那位俊俏的轻衣郎君 谢谢啊 正是他 给你 这副耳环哪儿来的 恭喜小郎君 我们小谷国一啊 看上你了 那位就是小谷国一 对 小谷国一就是那位 他现在正赶着进攻 无暇停下来与你说话 国一深得主上一众 还能看上你 小郎君 还是要抓住机会才是 那条巷子尽头 便是国一的住处 你在那里 等着国一回来 好 文贵 ijk 工 工 工